是不是啊 这不是你儿子 这是你儿子的儿子 我孙子 你当爷爷了 这是我孙子 他叫什么名啊 他叫钱没了 小门叫乐乐 钱都没了还乐什么乐呀 谁给他起的名啊 女儿媳妇起的 我儿子娶了个 这你儿子媳妇啊 哎呀呀 什么乱七八 说不分啊 我跟你说啊 这是你儿媳妇啊 比你儿子强多了 怎么呢 他说你睡着三十年 你也没教育过孩子是不 这你儿子要能娶上媳妇 万幸啊万幸啊 就算我对不起我儿子 哎 二米粒呢 我媳妇呢 二米粒 看来二米粒没挺过我呀 我爸我妈呢 岳父岳母呢 哎呀哎呀 你别哭 你不能带谁哭谁 爸妈还活着呢 还还在呢 废话 老爷子比你身体还硬朗呢 哎呦我 有请 对 那爸妈 那顺风醒啊 爸妈 我爸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哎你醒了 我醒了 好醒了好啊孩子 爸 我羡慕你啊 哦 你这一觉能有三十年 比你爹较大 妈呀 哎呀 你看你这头发都白了 我都一百零四了 我头发没多白啊 我印象当中 你年轻的时候 连黑头发都没有 你拿啥白的呢 这就是我一百零二那年 就这茶 长出来就一骂白的 你咋长啊头发 师父啊 哎爸 你有什么遗憾没有啊爸呀 我没有遗憾 你醒了我高兴 当老人的 最幸福的事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说爸我听着 就是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女 能变成老人 妈谢谢 谢谢爸啊 三十多年来照顾我呀 谢谢 看看咱们家 是 你瞅瞅这 哎呀你看看 这家里啥也没变呢 你不知道啊 多了个挂厉 那二女粒啊 嘱咐就嘱咐的啊 不让变 怕你醒过来不适应 所以让我们全家人呢 保护这环境啊 哎呀谢谢 谢谢 是不是啊 大姐 就是让你三十年醒了以后 有一个念想 是 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你看啊 这三十年呢 感动 你就躺在这儿呀 我们除了伺候你以外呀 就是伺候这些个家具呀 家电 我可以骄傲的说 这些家具家电都非常好 我看看电视 哎呀 辽宁篮球 哎呀 哎呀 这比赛太好 不对呀 这都三十年以后了 这辽宁篮球队这几个小子 怎么还这么能穿呀 啊 是这样 这是经典重播 哦 这是重播三十年前的经典的比赛 哦 经典经典 经典应该重播 我跟你说啊 那都重播经典呢 现在重点的重播的就是 欢乐范米粒啊 没错 欢乐范米粒那是经典的节目啊 每周一晚上九点二十 哎 周日还重播呢 羞耻力还是全国前五 那是人不欺人 好节目啊 赵副经理啊 哎呀 赵副经理啊 我跟你 来 这 这不是一小脸吗 那个 呀 这位是谁呀 这位是阿姨妇 阿姨妇好 不是 余小脸你咋的了这是 哎呀 我不是余小脸啊 你谁 我是余小脸的儿子 余小眼啊 哈哈 哈哈 余小脸的儿子 余小眼 对对对 妈呀 你爸的遗传基因好强大呀 哈哈 这家伙长得一模一样啊 哈哈 你刚才叫他啥 赵副经理 赵刚子 你干了一辈子物业 还是副经理啊 啊 其实啊 那个 啊 这都七十了也不退休 我不懂 啊 爸 这三十年啊 医学飞速发展啊 人均寿命一百岁了 哎呦 九十才退休 啊 哦 王小千 啊 那小子今天都五十五六了啊 还参加军训的 哎呦 哎呦 哎妈 你领丁醒过来呀 不知道现在的形势 啊 慢慢就适应了啊 哦 谢谢妈 哎呀 全家人为我做的太多了 谢谢了谢谢了 不要不要 哎呦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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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不起 我走错门了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们别说话啊 王小千 对啊 你管他叫小米烈 对啊 还骗我呢 还在这儿骗我呢 是不是 等会儿 让我看看啊 干啥呢 演戏呢 带我一个呗 带我一个呗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你这一睡了三十年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了 这个孩子精神不是很正常 哈哈哈 你别说话 你不是王小千 他是王小千的儿子 叫王小天 哈哈哈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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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